好,那我們剛剛就已經發現 我們的這個可變電阻 這是可以轉的 可以轉動的 轉的過程中它會從0到1023 那個0到1023因為它用的是十位元的晶片 所以它會2的十次方 所以它數字是這樣子來的 還是外面的 有沒有人什麼碰在一起的 有聞到燒焦的味道 有 哪裡 烤肉啊,吃烤肉啊 有聞到塑膠的味道 我們來烤肉,誰吃到 誰吃在烤肉醬 OK,坐下 我們來吃烤肉醬 好,那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它是可以被使用的 可以被使用的 所以換句話說 你剛剛的 剛剛的那個 比如說外觀變化 這裡不是有數字嗎 對不對 特效為多少 所以其實這個數字是可以直接放進去的 所以呢 我們來 做一個很簡單的那個 我們就把 把它的這個特效 把它的特效 比如說旋轉好了 我們直接把它 剛剛讀到的資料 直接放進來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當我點率期的時候 有沒有,我現在是412 它就直接轉 轉412的那個程度 那我如果 隨時 我隨時往我左邊轉 它就回來有沒有 往右邊轉 它就變扭曲 所以它的數字是可以即時被改變的 它會跟著你轉的數字去做 做 做那個程度上的處理 好 所以這個數字可以被直接用的 那包括 聲音 我們在發出音效這邊 這邊有一個彈奏音符對不對 這個音符是可以Doremi的對不對 對 可是 以這邊的音符來講 這邊是從48到72 所以在這個範圍裡面 它可以發出聲音 好 那所以這個60是Do 這個是Do 那如果你調到最上面 也是有聲音 那如果你是0的話 它還有聲音 但是你 有聽得到嗎 有聽得到嗎 有聽到嗎 很低的聲音 所以事實上這個數字是可以直接發聲音 好 那甚至500不知道有沒有 好 非常高的叮 有聽到嗎 有聽到嗎 1000 所以那個數字是可以發出聲音的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我們把它塞進去 會不會有聲音 會 會喔 但是太高跟太低 我們可能會聽不太到 好 太高跟太低 可能會聽不太到 好 我們來試試看 有聽到嗎 有 這是0的聲音 這是300多的聲音 這是40的聲音 有沒有 好 所以這個數字可以發出聲音來 那如果你覺得 因為我們剛剛的數字是0到1023對不對 這範圍太大 那我可不可以做一些運算把它降低 可以嗎 我如果希望我發出聲音的範圍在0到100左右 那以剛剛0到1023我是不是可以縮小10倍 可以嗎 縮小10倍就是0到102左右 好 所以我在運算這邊這裡有加減乘除 這個是除號喔 我直接把它除以10可不可以 好 我直接把它除以10 再放回來 那我們去讀的這個聲音就會是0到1023 讀出來的數字除以10 就數字不會那麼大 這樣各位懂我的意思嗎 是 好 所以我們現在在執行的時候 你本來轉到最右邊會跑到1023 他現在轉到最右邊 他只會跑到大概102左右 所以那個聲音就會是102以下 好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個數字的範圍可以經過你的運算去做調整 好 請你試一下好不好